如果我买一台车 我就是需要大一点的行李空间 其实SUV不是唯一选择 小七我们今天聊了很多 关于旅行车的优势 那今天好好来看一下 以这一台Focus SUV来说 它还特别是选了一些套件 你觉得特别好用吗 对这一次福特六合 它有引进同步引进德国的一些原厂套件 那开旅行车我觉得有型很重要 实用性更重要 这一些配件真的为很多族群都设想到 我们看到这个是软直的行李箱的隔网 这个是正统的欧洲修旅车 欧洲旅行车都会有的选配件 那很高兴这次国产旅行车上面也可以选配 如果你有露营的朋友 我觉得选起来 真的会有养宠物的朋友 也给他选起来 对不对 那只有这种可以选吗 而且不止一种 不止一种 来来来 一步到这一台Focus SUV 这一次真的很多种 刚刚有看到不一样的 现在大家的小孩除了真的小孩之外 很多是毛小孩 是的 如果你有毛小孩 哇这个太棒了 它固定的很好 对它是金属的 而且它就是真的有支点可以固定的 而且是原厂的精品 这样的东西的话呢 如果比如说我们一起出去旅游的时候 毛小孩可以在后面 它有一个自由伸展的空间 就跳上去活动了 对啊 它也不会冲到前面去造成开车的危险 那时候有说在这个状态之下 它是635公升 打平1653嘛 还有刚刚德哥有特别提到说 里面有一个可以防潮防湿的配件 也可以给它选起 而且你看这个底板多棒 它这个有这个直挡 可以直接立起来 同时变化性也很多 你想要这样立 还可以这样 也可以 然后下面空间这么多 里面还有耶 还有 我刚刚没注意到这一层 这里面现在可以放干的 然后湿的放置 是 对 然后行李箱的后杖板 可以收在这里 地球王机械从电视萤幕飙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手车数报导 年底Toyota的全球 真是树立像 我们现在试驾了就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我们要选择你也看不到的啊 台下油门 地球王机械邀您一起上线